研究讨论是必要的 即使你更确的体会 更确的歧儒 也要参加研究讨论 一方面给自己做印证 一方面帮助一些同修 他们错会了意思 缺解了意思 帮助他们修正 这个也是无量功德了 是一种好事情 所以研究讨论在修学过程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这正是古人常说的私有 不管是你学的是佛法 或者是世间法 我们知道佛法是教学 佛法是教育 离不开私有 老师是指导我们的人 同餐道友是辅助我们的人 我们有老师指导 没有这些同学的辅助 很难成就 往往变成什么呢 闭门造局 忙休暇烈 那就坏了 所以这些学问 有成就的人 你去观察 故人也好 经人也好 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一定有好老师指导 一定有好的同餐道友 经常不断地在一起切磋住 他才有成就 我教导年轻人也常常提示 老师固然重要 同餐道友是更重要 因为你们常常在一起辩论 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 跟老师在一起 老师有威严 有的时候自己有疑问 也不好意思提出来 甚至于有些人不敢提出来 可是在同学方面 那就没有这些机会了 同学们研究讨论 得不到答案 可以去请教老师 这才是正确修行的方式 修学的方式 那么进宗同学 我过去常常劝导大家 你修学进宗从哪里下手呢 我劝导大家 先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 从这下手 三千遍念完了 怎么办 他来问我 我遇到不少人 这样问我了 我说你再念三千遍 念经 并不就是目的 念经是手段 念经真正的用意 是修根本质 我们知道 佛法的教学 最终极的目标 是开智慧 整个佛法的教学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 所教的 归拿起来 部外乎 戒定会 三十万